中文字幕 李宗盛 腳跟腱有沒有人痛 有 你痛哪裡 就是這一個筋 然後呢 但是這兩個 這個這個 我做一腳 我先做一腳 哪一腳最嚴重 你跟我講 好這一個腳 好 對這個腳 然後呢包括這腳後跟 這都疼 這手一頂都疼 就是這後根 就是原來坐月子的時候 穿那個高跟鞋頂了 然後呢 再穿拖鞋 那個拖鞋搭了搭了那個風 老覺得是那個原因 所以這一直就疼 好 因為那個足底 那個剛剛我已經做過 足底一定要從怎麼樣 腳踝 來 趴著吧 這裡疼嗎 還好 這裡有點疼 這裡疼 這裡疼 好 我知道了 我是揉這一點 他說這裡疼 這裡腳跟鞋 我說一定跟這裡有關 一般差不多痛這一段最多 很少人痛這一段 所以運動員如果受傷 一定是這裡 這裡疼 這裡疼嗎 這裡還可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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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你就只有一個點 對 那麼疼啊 我在這裡用另外一手 這裡最疼對不對 這裡呢 就是第一個點嘛 它揉來揉去還是第一個點 所以它真正腳跟鞋還是在這個 好 這樣可以 好像沒什麼感覺了 好像這腿沒什麼感覺了 你竹底是不是也是這一腿 竹底也是的 它竹底是不是也比較舒服了 是 它為什麼竹底會比較舒服 竹底現在沒有什麼感覺 我按看看啊 好 您按按按看 剛才我拿手一按得疼 這不疼啊 真的不疼啊 好 那我必須要跟各位講 它沒有完全好 它這一點還是 在這個位置 它這裡還 所以它慢慢再找 其實真正如果你這一點再按 它就真的會消失了 這等一下講竹底再說 那現在我是因為揉完 它竹懷怎麼樣 鬆了 所以間接讓這裡鬆了 所以對竹底而言 臀部的開關叫做怎麼樣 小開關 間接開關就是小開關 那小開關也能解決 但是持續性不大 也就是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它會慢慢又痛回來 好 那大概 這就不疼了這一塊 不會不會不會